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了JS作为一门高级的语言对吧 它呢其实是包含了很多 在一些内置的方法里面应该怎么说 在一些内置的方法里面包含了很多数据结构的一些思想 比如说在站里面的push pop对吧 那当然呢这些东西都被放在了咱们JS的这个宿主上面 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对吧 然后呢另外一方面我们呢会通过这个数据结构这门课 比如说咱们的JS数据结构这门课呢去学习一点 可能你以前没有用过的一些数据的方法 比如说for each对吧 可能有些同学是知道的 这怎么打多一个符号呢 比如for each 然后呢比如说push方法 pop方法 shift方法之类的东西 然后呢这节课咱们会继续探索一些JS的东西 因为这节课的内容比较简单 这节课的内容呢叫集合 集合大家听过吗 应该在高中数学的时候听过对吧 我们这节课主要讲的是集合 然后后面呢 首先呢我们会先实现一个自己的集合类 对吧 然后呢刚好在JS的ES6里面 大家知道ES6吗 就是一个新的Zyluskeeper标准对吧 因为Zyluskeeper我们现在用的一般叫ES5 对吧是很久之前的版本了 然后呢ES2016年 就是三年前吧对吧 两年前 这个时候呢出了一个新的版本的JSkeeper 叫ES6 然后呢给JSkeeper带来很多的东西 让这个东西看起来非常难搞对吧 当然呢我其实对它里面的一些 ES6里面的一些内容啊 我不是非常的赞同 但是呢咱们可以学习一点一些比较常用的 然后呢 其实还是有用的对吧 可以加快你写代码的速度 因为它有一些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些操作方法 呃呃扯远了对吧 我们的ES6里面呢 在给我们的Zyluskeeper带来了两个新的数据结构 一个叫做 我现在就写啊 两个新的数据结构 一个叫Map 一个叫Set Map叫什么意思吗 英文 英文叫什么 地图 对不对 地图 那Set呢 呃有些人说设置 对吧 或者说它根本不是一个词 其实呢 它是一个 这个意思 集合 就咱们这一刻学的集合 然后还有 另外两个 咱们需要特别说明的 叫Week Map 对吧 还有Week 呃Set Week 知道这个 Week什么意思吗 就前面这一段Week什么意思 它是 虚弱的意思 对吧 你这个非常弱 弱鸡啊 Week Chicken 对吧 虚弱的意思 那么为什么有了这个Map跟Set之后 还需要这个Week Map和Week Set呢 这一刻呢 咱们会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说咱们学习ES16一种方法 然后呢 还会学习ES16里面的一些特别操作 比如说结构符 三个点的 还有Filter方法 还有呢 它的见通函数 对吧 希望这一刻对大家会有一点帮助 好了 我们这一刻要学的是集合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Set这个结构 对吧 其实集合 首先我们第一点还是先了解 集合这个概念 对吧 它没有之前 我们的站对列跟链表那么难理解 所以说它是非常直观的一个东西 甚至说跟我们JS里面一个东西 叫做对象 Object 这个东西非常像 OK 好了 我不继续扯了 又扯远了 咱们回来看 什么叫集合 这是咱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其实呢 集合是一种数学中的概念 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下面两个例子 A等于左话括号123对吧 大家看 这不是一个JS里面什么对象的一种表示方式吗 对吧 其实OK 这里我讲的不是对象 就是单纯的数学 OK 大家应该高中应该有学过这个吧 对吧 A等于什么什么什么 B等于什么什么 一堆集合 对吧 这就是集合一个数学中的概念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点集合的概念 集合比较简单 对吧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A等于123 就是说A这个 A这个集合里面包括了123 或者说123加起来形成了一个集合 叫做A 这样都可以 这样表示 对不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集合的特性和一些概念 集合的第一个特性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因为咱们要学这个数据结构 对吧 它还是有一点特点的 相对于 站和对列来说 它们没有那么 没有它们那么神奇 对吧 也没有那么特别 但是它还是有一些 自己的一些特性和概念 OK 第一点叫什么 叫无重复性 就是说第一点 集合里面的元素不允许重复 比如说绝对不可能出现这种集合 这个集合问题在哪 问题在于这个2 跟这个2重复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只能二选一 集合只能是123 不能有重复的元素 懂我意思吧 这个应该不会很难理解吧 对吧 然后下一点是什么呢 咱们看下一页PT 下一点 什么叫空集 就是里面什么都没有的集合 叫空集 这应该也不难理解吧 就很直接 对吧 比如说 什么叫空钱包 钱包里面一分钱都没有 那当然叫空钱包了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概念 子集 什么叫子集呢 比如说像我们有个集合A 它的内容是什么 是123 对不对 然后B呢 它的集合是什么 是12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在B里面的元素 A都有E对应的 而且呢 A的元素比B的多 多了一个3 对不对 所以说这时候可以说B是A的子集 对吧 当然那就是这个符合表示 大家高中数学应该还会有点印象 OK 就那么多概念 其实我要说的就只有第一点是最重要的 第一点是什么还记得吗 我希望不要翻个PT就忘了 对吧 第一眼 第一个叫做无重复性 OK 就是说集合里面的元素不允许重复 好吧 另外需要说明的一点 就是集合它的表达的方式是什么 我们用来构建集合框架的是这个东西 对象 但是这个对象会有一点不同 什么不同呢 大家应该都对JS的Object类型比较了解 对不对 比如说一个Object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建 Name 比如说Name为多少 19 19岁的年轻人 是一种建值对 key value的这种结合 对不对 key value 建值对 OK 那我们虽然用了这个呃 这个对对象对吧 来存储咱们的下载这个集合 但是注意 集合像刚才我表示那样 比如说A等于对吧 一二三 它有建值对的概念吗 明显没有对不对 它反而更像一个数主 对吧 它只有一个东西就直 所以我们既然用了对象存储 它又不是建值对 那怎么办呢 所以说我们只有一种解决办法 就是 让我们对象里面的建跟值相等 比如说 一为一 对吧 二为二 啊 这不串 呃 A 为A OK 这种方式我们是不是说相当于只存了一个东西 就建值对建跟值相等的 就相当于只把建 或者说应该说只把这个value存下来了 对吧 这是咱们一种实现的方式啊 虽然我们这种还像啊 我们之前做战那样 有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有点反普归真的感觉 用高级的东西来解决低级的问题 但是呢 别忘了咱们学的是什么 是 thinking 这个字念什么 是什么意思 思想 对不对 我们要学数据结构的原则是 我们要用一种全新的 或者说一种更加规范的方式 啊 更加规范的方式去思考我们的程序 对不对 这是咱们学数据结构的一个目的 所以呢 注意啊 咱们接下来要以要以这样的方式 一种 建跟值 key value 相等 的这样的结构去表达咱们的集合 OK 表达咱们的集合 好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其实集合非常简单 简单到什么地步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操作方法就那么几个 大家看一下这几个操作方法分别是什么啊 第一个has value 这传进去一个值 比如说2 对吧 咱们集合线是这样 1234 has value 什么意思 它的意思应该是什么 就是想问 a中 是否存在 是否存在2 是不是这个意思 a中是否存在2 所以它返回的类型应该是什么 一定是返回 return t u r n 一定是返回一个不恶心的结果 因为我 比如说我问你你有钱吗 对吧 我想听到的是什么 比如说其实我想找你借钱的话 我想听到的是 我有钱 或者说我没钱 我不想听到你说 我今天又买了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又哪里亏了亏了多少 然后呢 很抱歉兄弟 到最后你也没告诉我你有没有钱 对吧 这种人是非常烦的 咱们爽快点行不行 所以说咱们在这里 遇到这种 has对吧 明显的返回的是一个不恶心的结果 你要么有这个元素 要么没有这个元素 大家刚才那个是举例子 大家开个玩笑 大家不要当真 然后呢 第二个方法删除 delete 不用delete 用remove好吧 用delete有点怪 因为呢 delete是js里面的一个关键字 对吧 所以咱们不用delete了 这里有点错误 咱们用remove remove一个元素 一个value 比如说把这个3给remove掉 remove3 ok 然后呢 最后一个更加简单的 就添加 add 把4添加进去 ok 就那么几个 是否存在 添加 删除 这就是集合它的全部的一起操作 对吧 这是咱们要实现的一个点 但是我们还要思考一个问题啊 一个问题 应该先写哪个 先写哪个 咱们为什么说这个呢 还记得咱们上一课学的几个方法里面有个什么 index add of remove 哎呀 写反了就 remove 还有呢 remove add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发现这个三个方法 其实我们可以先实现哪个 先实现remove add 对不对 然后呢 实现index 最后实现remove 就非常省事 他只要把这两个函数掉用一下就可以了 对吧 这是咱们上一课练表学的 那么我们这里要先写哪个 我之所以提示这一点肯定是有关系 对不对 答案是先写哪个呢 我们先想一个问题 如果 我们要删除一个元素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要删除 删除这个3的时候 我们是否需要检查里面存不存在3 这一项呢 需要检查存在吗 答案当然是需要对不对 没有你怎么删除 没有的话我直接给你发 反一个 删除失败就好了 那么我们添加的时候要不要检查呢 要不要检查是否存在呢 答案是肯定是需要的 为什么 因为一个问题 很简单的问题 咱们的集合是什么 是无重复的 比如说现在假设啊 假设现在集合是123 OK OK 你再添加一个3进去 能添加进去吗 当然不允许你添加 因为我们集合是不重复的 所以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在添加之前先检查一下 你存不存在3 存在的话我就不添加了 不存在我就添加 对不对 所以说实现的核心在哪里 都要判断是否存在 那么说我们首先要实现的是这个 has 要实现这个东西 OK 要先把这个方法给实现了 这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好 呃 咱们就现在就开始 把这个集合的一些代码写一下 然后呢给大家演示一下 先不用着急啊 但是也不要松懈 对不对 因为咱们现在学的是 这个自己写的集合 自己写的set 对不对 咱们别忘了 咱们还要学那个es6里面的set 和那个什么 week 月季set 对吧 weekset 要学这些东西 对不对 所以呢 先咱们先把这个搞好 有点基础的概念之后 再去学一些 一些官方给的一些数据结构 对吧